在雲仔音樂表演當中 幸宜鄉一年一度 銀灰鬼鬼咬咬咬咬咬 那天白魂銀灰鐵橫 打破口出的三件 和草白頭出廚是美件 記者回鄉 做完蛋為了請到 聯華國修學生來拜第一 銀灰手腳拼好地 實在是一大享受 坐在這個櫻花樹下 喝小朋友泡的茶 真的感到非常的幸福 那種心旷神怡的感覺 而且這小朋友的茶泡得非常的好 很舒服啦 雖然今天不是日假日 看到這麼多人來參與 覺得真的不錯 來這邊喝茶 都覺得就是通體順暢 這邊都是種出好茶的一個地方 風光明媚 天氣很好 驚智記者會從這裡宣佈 新宜鄉迎貴整一天氣 鄉長輸共也強調 加一期間前有交通關係 請尤其前來 會當作公司安排得這麼送車 接駁車我們今年是照常也沒有收費 它的接駁的地點 就是在榮華國小 大概只有假日 日假日過年的部分 大概有五六天 那個時間點才做接駁的部分 但是主要是說 在鄰近的二十一線的那個線 省道的路邊大概到時候有做一些的管制啦 交管就是可能會停一邊 或是說在部分在那個省目溪的部分 大概也會披建一些臨時的停車場 基東操北頭關公休憲農行發展協會 也建議UK 大家這裡除了尋規看風景 也會當清一堆向佈套走走走 現在目前開的是就是三櫻花 因為它比較早 然後或許還有什麼八重櫻 那種 杏花那些都路西會在開 我們園區裡面的那個品種 種的蠻多啦 就是開花可能會到過期 路西都會有花 都很漂亮 因為我們這個園區 就是這個種長差不多1.5公里 然後很多也有做美食的 然後有步道啊 這樣子也是蠻多地方可以走的 現在朝北頭三櫻已經會開古城 大佩地的景觀是非常美麗 也會有蠻多火到頭火 好火控制上東楼下 加上其他要被大塊的吉野鷹 富士鷹甸甸甸 幾個小火器 將會當一地演唱到過年 記者金普算 彩虹報道